他還是會這樣用啦 但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先講進華城市 840是有史以來臺北市最高的機率 是 這件事情你不知道 就他當初美和氏講 郝龍斌講的 什麼東西都不清楚 你會吸吸的 對不對 七四一四 對啊 這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機率 我先講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講到高雄國賓 對對對 那個一千多 高雄國賓 他的他因為商務 從從840開始跳 他最後加了30%變成一千一百多 但是高雄國賓是1981年開幕的 所以他是一個超過40年的房子 高雄的偉老是30年以上可以申請 所以他可以他用這個 你當然你說41年夠不夠老 四不十幾年夠不夠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符合那個規定 他就符合杜根嘛 那金華城18年 18年比我們很多人住的人都 都還要新 18年的一個房子 他蓋一蓋之後 因為他經營不散 他拆掉重建 你政府應該要補助他嗎 政府應該補助他 這符合社會公民正義嗎 一般人要都 個人都拿不到補助 結果他蓋一蓋之後 他18年差一次 容積增一次 再過18年我再差一次 容積再增一次 可以這樣玩嗎 所以你政府本來就 所以郝龍斌跟林周明 當初講的原則是對的嘛 你不應該在鼓勵這件事情 這個非常不環保 也不符合你都市規劃的東西嘛 結果你一路過關斬將過了 最後搞到800 800是848 對不對 那 他們現在柯文哲講不知道 講三四月才知道 就黃山安講說是沒干預 你告訴我 三四月才沒干預這個邏輯 這個語意不會通嘛 對不對 這個語意是不通的嘛 那你現在民眾黨上下講沒干預的意思是吧 我知道嘛 對啊 我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黃山安剛在鏡頭不是講 柯文哲從來沒有說過 他不知道進化成這個成績案 他知道 但他沒有干預過啊 八百四的 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這麼一個不公益的東西 八百四十 天下第一大容積率 你不 你做個市長 不管你還要管什麼 人家就真的不管啊 你還要管什麼 所以你現在 現在只是問題說 他在這中間到底參與了多少 這個參與到有辦法證明他有罪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在這裡 那今天這個高院發回這件事情 你到底是算是北院的失敗還是北檢的勝利 我認為是北院的失敗 我不覺得是北檢的勝利 因為高院只是跟你講說 你那個法官這樣才無保險回 這個理由我不接受 不表示他就應該 是 當然我剛剛就解釋說 不表示他應該要被押 而且這過程中間你看到是 北檢的狀況就是說 你敲鑼打鼓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最後沒有一件事情被接受 我也不覺得說 你今天來講 你今天跟財 你就有辦法把扣起來 我看起來你手上是沒有那麼多證據 你的證據力是完全不足 那個北院的法官的判法當然很怪 但是其實你就把 你就把那個對法官的偏見拿掉之後 其實你看你看北檢的東西 看起來也是不太夠啦 我想說你今天來講 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夠看作北檢的勝利 因為你北檢下面要贏 我覺得也很難 你能夠拿到一個交保 我覺得你可能你可能都要投銷 那你今天北檢 你應該這樣講 北檢當初他以北檢自己的權限 他可以決定交保 可是他沒有決定 由北檢來讓柯文哲交保 他上法院申請羈押 一般法律人聞的味道大概差不多 所以北檢的想法 我絕對可以講 我今天還跟一個檢察官聊這個也是 你們檢察官的想法是不是 我送身押 你法官就算不押 你好歹也重金交保吧 那檢察官說對啊 因為差不多就 就像鄭文燦在按什麼 我送身押 然後你第一次五百萬 五百萬我也不答應 我抗告 我一定要再押一次 你發回來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我還是不答應 但最起碼 你最起碼給個重金交保 崩 五保請回 我跟你講 我可以想像北檢的檢察官 那包括從主任檢察官 到其他檢作在那個地方 如果聽到五保請回 啊 現在 我有沒有聽錯 這意思就是說連圖利罪都沒有坐實的意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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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彭震生是 原來那個法官在那裡面 他直接講男人犯罪嫌疑 他已經實質在講這個案子 我看不出來喔 那可能是彭震生是連收賄罪沒有錢數 他也壓 你看當初桃檢的東西 一個有監聽 有告訴你錢怎麼進來 告訴你那個束帶怎麼換的什麼什麼 你北檢這個東西跟人家比跟人家比什麼 對不對 你被你被駁回 也我想說也真的剛好而已 那回顧我來講 你今天北檢今天是救了柯文哲嘛 柯文哲玩的頭目在燒嘛 那時候之前在討論什麼 討論假賬 買1.2億的豪宅目可公司買4000亂的商辦 現在還有沒有炒這個 沒有啦 通通被你北檢蓋過去啦 結果你北檢 然後一個無保請回 就感覺上是個政治受傷的感覺 你這是政治迫害嗎 館長現在說我要十倍百倍的去包 當初剛開始北檢要辦他說 館長歸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通通都不敢吭聲包 現在出來的館長出來啦 對不對 就是你們政治迫害 你們再要去壓他的話 就政治迫害 我馬上就出來 你北檢幫他 他本來每天後院會在燒 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滅 你北檢幫他全部都滅 全部都滅掉啦 現在只有這一個啊 有人說他滿血復活 我覺得不是啦 但是他最喜歡是止血啦 他現在當然就是回血嘛 現在只要跟你只要每天跟你講說 你就是政治迫害 其他都不用講 原本議會天天在擠牙膏 今天他知道這個 這個有簽這個有簽那個這個 現在誰關心那個 對 你現在前面講這些東西 啊北院的判決在那個地方 我們大家再看 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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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跟財之後 之後把他壓把他收壓 不然的話你就是輸嘛 對你前面講那麼多都沒有用了嘛 沒有我覺得過程中齁 就是在那個禮拜 把我最後給你講完 我說 你前面你現在就好像 你北檢讓大家吃一個麻辣鍋 吃完之後 你心裡就想你怎麼吞 回過頭來講 你現在 你現在所有的攻擊都無用啊 都都是都小條小條的嘛 有沒有傷 有我跟你講 他原本如果要講這種三月 三四月我才知道 我跟你講這條事情就大條 現在呢 小事情 你只能講他好像在說謊 不重要 沒問題 不是 我是說在那個期間一直放一百七十萬 或是七百萬 乃至於今天放一千萬 我覺得這都是多餘的 你知道嗎 當我看到一百七十萬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會壓了 因為一百七十萬算什麼東西 一小位都多少錢啊 你一個堂堂市長 因為太丟臉啊 一百七十萬 而且還在算 然後還要人家出來跟你解釋 出危急 然後搞廢 所以我覺得 還要陳佩琪自己去ATM存 對所以我說 如果這是別人講的就算 如果真的是北檢 我奉勸你不要再放這種 不合理對價關係的價錢了 而且